我是Jun Rai Shun 這次導舵的下輪是 Jun Rai Shun 本期節目都是打尖製作的事 我今天是非常重要的一天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今天是 是沒錯 今天的確是4月1號魚人節 不過本期節目不是要和大家探討魚人節 而是這麼重大的信息 就是今天是日本對外公開新圓號的日子 意味著長達31年的Hesengi Daya即將落幕 於是本期什麼都說 將會簡單地跟大家討論一下 關於日本圓號的步向 在我最後直提之前 如果你是第一次下輪我的頻道 我的頻道主要是分享 日本特色、日本動脈和本文化的Dem 簡直都會分享大宗話和生活小品 如果你覺得我這條影片多不錯的話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和分享一條影片 4月1日 馬上開始 早 在日本自古每一位天皇登記 就等於拉開了一個全新時代的慰望 而日本天皇代代相傳這個系統 就已經是超過了2600年了 由公元前六百幾年直到公元後2019年 也都是直到今時今日 成為了世界上現存最古老的皇室 所以我們都知道 中國是有5000年歷史 不過中國的皇帝並非是代代相傳 反而是經歷了多次的謬朝篡位 改朝門來 而中國歷史上最長的一個朝代 就是租朝 可惜最後就被秦國滅軌了 結束了長達790年的時代 而日本天皇一傳 就傳了2600多年 你以為傳位說公義就傳了嗎? 你把一盤生意傳了多少代啊? 有200年 傳了五代你都算偷笑了 跟著日本歷史的紀錄 日本首位登記的天皇就是 神武天皇 不過在那個時候 就還沒有元號這樣的制度 直到第36任的孝德天皇 才開始學習中國使用連河制度 於是在孝德天皇登記的 飛鳥時代的首個元號 Tiger就此誕生 從此以後 日本的元號一直延續到今時今日 至今已經有283個元號 而日本天皇也都傳了125代公多 不用懷疑 曾經有一些天皇在位的時候 是發生過兩個政府各自有自己連河的情況 甚至亦都發生過天皇在位的時候 更改連河的情況 直到統一之後 連河才再次合流 但是連河的數量 會被天皇傳承的數量多出一倍公仔 由於日本的時代和連河就太多了 於是我就不一一解說 直到近代的連河就和大家分享分享 由日本的江湖時代結束之後 隨著名字天皇的登記 就成為了第122代天皇 並改緣號為Meiju 相信大家對這個時代較為熟悉的吧 漫漫漫漫漫的Kenshin的舞台 就發生在Meiju之地 後來大政天皇的登記 袁浩也被改為Kenshin 共曼Safura Taisen 就是因這一個時代為活躍舞台 直到1926年 第124讓少和天皇登記 袁浩也被改為大家相當熟悉的Shiowa之弟 也是日本最長的緣號 長達64年 直到1989年 因為少和天皇在位期間 平成天皇阿希堂省當日即為 正為第125代天皇 並在隔日改緣為Keser 經歷31年的Keser之帝 即將結束於4月30號 5月1號是王太子 拿到血堂宣娥登基成為第125任的入門天皇 同時5月1號新的沿河即將生效 現來新的時代 等了這麼久 那究竟新沿河是叫什麼加火啊? 在2019年4月1號 日本時間為11點40分 內閣官房長SigaYoshi Hinde 與首相府公布出後入天皇 Naruhito的連圖 新的言語是 Rewa 沒錯!就是Rewa 第2584的緣號就此誕生了 為何會選擇Rewa這個字眼呢? 我真的回答不了 不過Rewa這個字眼 是出自於日本古代詩歌總集 難以集远悟的梅花歌 沙兒首並作的其中一段 時に 小春のれいげつ きょくかせやはらぐ うめはきょうぜんほうひらき きょうぜんほうひらき 其實這篇和歌 和宋國詩人 張響的貴田婦較為相似 張響所尊寫的貴田婦 是為了表達出對貴田生活的嚮往 同時也有暗示對官場骯髒的艷惡 當然 與有類同純屬巧合 本來也會選擇這首和歌 或者是要求過時來運轉吧 無論如何 既然決定了Rewa為新年頭 我們亦因應接受 話分兩頭 每一個年頭的誕生一定會有點故 除了我剛剛提到的Rewa 大家經常後中都 showa前showa後heze前heze後 其實大家知不知道showa是甚麼意思呢? 而heze又是甚麼意思呢? showa這個字眼是出自於四書尤京 上書尤京的百姓少明 協和為邦 意思是將眾族的正視扮明 協調萬邦諸侯 亡天下民眾都可以隨自變化 而友善和和睦起零 少和就此誕生 heze這個字眼是出自於五大本紀中的 內平外城和常書 大月末中的地平天城 有內與外 天與地都能夠和平 有否發覺到年頭的誕生 全部都是出自於中國的書經和詩集呢? 無可可認中國文學確實是博大精深 不過真正能夠領略到各種的意義 究竟又有多少人呢? 好 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為止 看到這裏大家千萬不要以為今天是余人節 因此這一則新聞就是流料 你認為不夠嚴肅的日本天王會時事難 但拿這種的記憶來開玩笑嗎? 如果有的話那真是蠻糟糕的 SA Series的三大特色 Rutalman Camer Rider和Super Sentai 過完一月就畫上巨號 新系列的特色作品 將會成為 Never Series Rever Ultraman Rever Rider Rever Sentai 還有其他跨年代的特色作品 平成觀眾 是時候要擁你們雙眼 好好地有注視和多數名王特色 今後的活躍 關於這個問題 不知道大家有什麼補充呢? 不妨在影片下下留下你的訊息給我分享吧 如果你是喜歡這個系列的影片的話 不妨like and share 歡迎follow我的SNS平台 還有 不要忘記subscribe我的channel 再按鈴鐺 你的鈴鐺 最重要的就是 簡傳播以兵的不定期選項 那樣你們才會成為第一批收到放複鼓蹤 我這次不見 bye by bwd6